南无阿弥陀佛 年有没有好 前面我们绝了 阿弥陀经第一大苦劳 什么是多善跟多福德 那么像通土圣道诸诗 或者持自立修行观念的人 他们会认为什么是多善跟呢 他们会认为只念这句阿弥陀佛不行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太少了 六度万行 什么都修 才是多善跟 那么通过之前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 原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多善跟 名号之外 所有的一切 对于往生 这件事来说 都属于随缘杂善 少善跟 这句名号 这句名号包含一切功德 阿弥陀佛因地修行 果上万德 通通都收射在这句名号当中 没有比这更多 更殊胜 更广大的了 所以无量书经说 一念具足无上功德 无上功德就是无有上 是对有上而言 无有上 一念就具足无上功德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 天清菩萨说 素满足功德大宝海 这还不是多善跟吗 那么其他种种所修的 都是杂毒之善 虚假之行 不明真实之业 为什么呢 因为谭大大师说 从有漏心生 不顺法性 所谓凡复人天诛善 人天果报 若因若果 皆是颠倒 皆是虚伪 是故名 不识功德 所以杂毒之善 虚假之行 不识功德 怎么能成为多善根呢 因为我们凡复呢 就是从有漏心生 不顺法性 这样的自立所修的功德 怎么能相应于 真实的极乐世界呢 你必须要有敬业 要顺法性 入清净相 是法不颠倒 不虚伪 才是敬业 才能构成 往生之业 可是名号是 阿弥陀佛的真实之业 真实所修的功德 全德师名 给我们的 这样的功德 就是真实功德 这个功德不是我们所修的 所以英光大师说 以果地诀 为因地心 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阿弥陀佛的果地诀 作为我们凡夫因地 修行之因 这样才是多善根 那么自立所修呢 怎么能和阿弥陀佛 列盘界相应呢 所以这也是因为 个人所占的 宗的立场不一样 正义经典不同 所以解释的就是 大相径庭 那今天 我们就开始解决 阿弥陀经的 第二大苦恼 什么是一心不乱 经文原话是 设立福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中国有一句成语 叫谈虎色变 一讲到老虎 脸色都变了 那阿弥陀经 讲的一心不乱 就是我们 净土新人的拦路 我们一提到 一心不乱 几乎个个都乱掉了 自己整天妄想纷飞 心如野马狂向 心源一马 怎么收也收不住 根本达不到一心禅定 怎么办呢 达不到能不能往生 那到底是不是 要达到所谓的 事性不乱 理性不乱呢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来打通 一心不乱的认都二脉 念佛的认都二脉 让大家了解 一心不乱的真实之意 我们先大致了解 圣道通途 对一心不乱的理解 圣道与净土 所说的一心不乱 其实是不同的 圣道经论 所说的一心不乱 它是指禅定心 净土经论 所说的一心不乱 它是指纪念名号 而不杂乱 不杂于佛 不杂于行 这是因为圣经难易 宗旨不同 契机个别 造成这样不同的理解 那么圣道门的修行宗旨 是要断除烦恼 证悟菩提 它是以戒定会三学 来灭贪嗔痴三毒 因此呢 它必须将一心不乱 解释为禅定一心 要讲究定呢 清静不散乱呢 因为气它的根基 所以要断获正真 不以为难 但是五拙恶是凡夫 散乱心强 所以断获正真 甚为困难 此为难行道 那么净土法们的修行宗旨 是念佛往生 鸟生托死 它是以信愿行三法 除疑难杂三毒 因此呢 必将一心不乱 解释为 专服专的念佛 专心 一意 念佛不杂乱 因为所欺的根基 是我们这样的凡夫众生 因为我们这个法门 是为未来是 一切凡夫 被烦恼贼之所害的众生 所要讲的 奇特大法 那我们是被烦恼贼之所害 我们这样的根基 你达不到禅定心不乱 所以念佛法门 这个一心不乱 不是说圣道诸宗 所理解的那样 禅定心不乱 所以念佛生息 非常容易 所以称为一行道 而且呢 也不是所谓的 示意心不乱 礼意心不乱 因为示意心不乱 礼意心不乱 也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 凡夫怎么做得到呢 示意心是阿罗汉的境界 礼意心 是无声法忍菩萨的境界 是难行道 凡夫怎么做得到 阿弥陀经呢 是为五着恶事凡夫 说此一切是间难性之法 怎么会把示意心 礼意心拿来讲呢 他不对我们这样的根基 所以显然 一心不乱 不是这样解释的 那经文讲的一心不乱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阿弥陀经说 支持名号一心不乱 那么玄道大师的同步意义 称赞净土 佛摄寿经则说 文以思维 纪念不乱 玄道大师是怎么翻译 翻译为纪念不乱 纪念 心绑在哪里 纪就是绑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将鞋子的鞋带 把它系好 就将这个鞋带把它绑好 或者将帽子的帽带 把它系好 将帽子的帽带把它绑好 那我们心要绑在哪里呢 纪念就是将心绑住 绑在哪才不乱呢 所以通过玄道大师的译本 称赞净土佛摄寿经 经文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将称赞净土佛摄寿经 这段经文 来对照阿弥陀经的 相应段的经文 让大家去体会 这个不乱 不是说禅定的心 才叫做不乱 这个不乱是个形容词后制 是指纪念不乱 就是不乱纪念 你可以调转过来理解 不乱纪念 纪念 不乱纪念 而是对阿弥陀佛的名号 信寿不乱 就对于称名不乱 不乱这个纪念 不要让你念佛的心改转 是这个意思 不要让你的这个念佛的信心 乱掉了 所以一心就是一心念佛 不是在说禅定之心 所以阿弥陀经的经文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那么下一段称赞净土佛事受精的经文就说 若有尽性 诸善男子或善女人 德文如是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 所以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就是听文 无量受佛 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听文极乐世界功德庄严 他说指这两件事 不是只有听到人家在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样叫做文说阿弥陀佛 我们不要错会 世家摩尼佛的意思 人家在念阿弥陀佛 这样听到就是文说阿弥陀佛吗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文成就的意思 是听文善知识 开示阿弥陀佛名号的意义 阿弥陀佛名号 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么这样的功德 是法藏菩萨真如心 广修六度万行 所成就的真实名号 你听文名号的道理 所谓的文成就了 文解 信了 所以读净土三部经 就是听文名号的道理 你听善知识说法 讲解净土法门的妙意 也是听文无量受佛 文说 阿弥陀佛 也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就是如此 所以听文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一报的庄严 正报的庄严 是法藏菩萨 为十方每一个众生 所成就的 听文净土世界的点点滴滴 这就是文说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经文说 阿弥陀佛的这句的道理 用称赞净土 佛社数经来对照 佐证 是最正确 因为这两部经 都是师尊所讲的 翻译的人 不一样 知识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阿弥陀经的经文 同一段的经文 那么称赞净土 佛社数经 就说 文以思维 若一日 或二 或三 或四 或五 或六 或七 纪念不乱 所以阿弥陀经的 一心不乱 就是称赞净土 佛社数经的 纪念不乱 那么刚才说过了 纪就是榜的意思 要将心 心念绑在哪里 将心念安住在哪里 所以如果照称赞净土 佛社数经 这段经文 若有尽性 诸善兰子 或善女人 德文如是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极乐世界 功德庄严 文以思维 若一日 或二 或三 或四 或五 或六 或七 纪念不乱 也就是说呢 善男子 善女人 听到 无量受佛的名号 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听闻 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是法葬菩萨 发愿修行 所成就的 那么听闻之后 思维信寿 将心安住在这里 将心安住在这里 叫做纪念 所以通过称赞净土 佛事主经的经义 我们了解 原来文书 阿弥陀佛知识名号 若一日到七日的一心不乱 不是念佛念到入禅定 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的不乱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以这个 以经正经是最正确的 所以称赞净土 佛事主经 来佐证阿弥陀经 是标准 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了解 所以阿弥陀经呢 所讲的一心不乱 不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 这个禅宗所说的 禅定心不乱 定心不乱 他这个不乱是修饰 这个知识名号 一心不乱的 我们把一个复杂句 给他缩句 那么缩句把这句 文书阿弥陀佛知识名号 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 缩句的话 那么就把若一日到若七日 给他抹去 也就是文书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 一心不乱 那么这个一心不乱 是修饰知识名号 也就是一心知识名号 不乱 会叫不乱一心知识名号 不乱我们这个一心迟名 一心迟名 所以念佛呢 不是禅定心 也不需要你这个清净心 那我们引用 观佛三昧海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来说明 那么在观佛三昧海经 这个释迦牟尼佛 对阿滥尊者就开始就说了 譬如有一个大富长者 他非常的富有 金银财宝很多 那么这个大富长者 唯有一子 这个大富长者自知呢 不久将要死去 他就准备将 满仓满库的 金银财宝 要交付给他的儿子 那么他的儿子 得到这些金银财宝 非常的高兴 呼起就忽然 这个群贼文起 要来偷取这些金银财宝 要来抢劫这些金银财宝 那么我有一个黄金 就是严福潭紫金 这个严福潭紫金呢 重有16两 长短有16寸 这个严福潭紫金呢 如果一两 就价值其他所有黄金的 百千万米 但因为有强盗 贼寇 要来抢劫 偷取 乌克赖和 只有将这个 严福潭紫金用很肮脏 很污秽的破布包一包 就置于那 烂泥巴之中 这些重贼一看到金银财宝 都抢光了 唯有看到这团烂泥巴 不知道里面所包的 就是价值年成的 严福潭紫金 因此就脚踏而过 等到这些 盗贼离去之后啊 这位长者子 才将烂泥巴 所包的 严福潭紫金 拿起来 清一清洗一洗 一样那么有价值 内心很高兴 那么释迦牟尼佛 说完这个批语 才说话 说什么话呢 念佛三昧 一副如是 当密藏之 念佛三昧 就像严福潭紫金 这么有价值 价值年成 所以世尊告诉我们 念佛犹如在 梨中 包着黄金 虽然在 烂泥巴之中的黄金 从外貌来看 肮脏污秽 全是泥巴 但是却不失去 黄金的价值 你们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念佛 有妄念 无妄念 你念佛的功德 它是不增不减的 因为它不是 我们众生所修的功德 它是阿弥陀佛 所修的真实功德 不是有违法 是无违法 不从我们众生姻缘的 我 Foren的观点 精彩的经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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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